要让豆花凝固通常是用石膏 但是小港有一家豆花店 却使用了天然又好吸收的植物胶作为凝固剂 虽然要花半天的时间豆花才会凝固 但老板娘觉得吃了对身体比较好 曾经有一家公司开幕就叫了一万杯的豆花 让他们忙翻了天 在餐有绿藻的叶绿素里放一颗奶油球 白色的液体在墨绿色的叶绿素里滑动 真是疗愈 而这碗综合豆花更是令人惊艳 里面摆了好几种满满的配料 CP值超高 客人都赞不绝口 蛮常帮忙买的 觉得这边的口味怎么样 蛮不错的 主打的是豆花 然后还有地瓜艺人 还有特色一点的 还有红枣桂圆栋 还有叶绿素 绿枣它是比较一种养生的豆花 除了研发各种新奇的口味之外 最基本的黄豆原料 老板娘也是不计成本 选用豆味特浓的飞机改黄豆 而要让豆花凝固 一般都是用石膏 老板娘却选用植物胶来凝固 虽然费时 但对身体比较好 植物胶的话 它是红枣萃取的植物胶 它比较天然 不过它凝固的时间会拉长 而且它摇过之后 比较容易生水 就是等于比较易碎 不过它预热它可以自动溶解 就是消化比较好 豆花好吃口味又多 这家豆花店从小港起家 迅速扩展分店 盛名远播 小港一家公司到屏东开分公司 一口气叫了一万杯的豆花 请员工吃 老板娘盛情难却 动员所有人力 硬是把它吃下来 做好赶快送到屏东 因为这种东西也不能太早包起来 所以我们就是人员上 把它家族好几组人马 然后就是在短时间做好 然后放在我们的冷藏车 然后配送到屏东 这家豆花店日前还发心 捐了两百杯的豆花 给小港医院 慰绕医护人员的防疫辛劳 用心制作的爱心豆花 让大家吃了开心又健康 赢得好口碑 是是拉着 记者张世民赖昌邦 高雄报道 木音机 除很恐怕 词不详